求持者 小招的时候 做的是人的自然上的工作嘛 你不是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我还是比较轻盛于车化 我想在三到五年内 在所在的行业 能做一个资深 只有努力登上山峰 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我认为职场也是 努力做到最好 才会看到不一样的 大家好 我叫赵迪 来自辽宁 今年24岁 2014年毕业于锦州博海大学 所学专业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想寻求一份 与活动策划助理 营运助理和12位老板 因为适合我的职位 谢谢大家 刘老师好 谢谢我的简历 麦老师好 来 你的推荐理由 到底大家看到了 一位美女 在大学做过模特 另外她在一家公司 做活动策划专员 做了一年 所以我觉得你的经历 从兼职这个角度 还是挺靠谱的 所以我推荐你 谢谢 不过报个八卦 她在大学的时候 被四五十位男生追求过 做暗恋吗 你这数字 都明追啊 不算不是 都第一个情书 她也接了 就算一个 是吗 对 不说暗恋 不是你们要看一下 她学什么专业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那专业里估计没几个女生呢 都是男生 难多女少 是的 我们学校女孩挺多的 有多少个男生追成功了 什么意思啊 好问题 好问题 有多少个男生成功地 掳破了你的方心 大学只有一个 另外的四十九个 失败者 失败者 这样吧 既然你今天是来求职 活动策划 营运类的工作 你把这五十个追求者 来陈述一下 广泛地分析一下 它的分类 然后说一下 你对他们分别的分析和态度 有那种语言 非常圆滑类 她都说些什么呀 都怎么说话呀 那个比如说 他们在我们学校 有的是校外的 追求我的 然后一到下雨天呢 就会问我 有没有闪啊 或者是什么怎么样 然后心里就合计 有没有闪 你倒是来 来给我一把呀 你问我干嘛呀 就是我喜欢那种 复出行动的你知道吗 比如说下雨了 然后我一出来 然后他在门口等我 然后给我打一把伞 就不用说什么 我就特别感动 那叫男仆 好 这是第一种 他认为不可靠 他喜欢实习复出的 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语言上 说的比较少 但是实际上 行动比较多的 就打着伞在门口等你的 那也没成功嘛 那种就是说不浪漫 又不浪漫了 手里应该就拿走花 第三种浪漫 第三种就是浪漫的 它有时候过于花哨 过于浪漫的 你接受过什么样的浪漫呢 最浪漫的是哪一种啊 就比如说 那个在你 没有预想当中的时候 就整个晚上放礼花 整个晚上放礼花 你知道霧霾有多大吗 如果一次两次的话 属于惊喜 如果经常听到 我就感觉 他以前是不是对其他女孩 也这样 就是有点不靠谱 我就喜欢那种语言 能稍微实际一点 但是有一点那种浪漫戏 不要太重 然后主要是付出行动 就喜欢这种 那你说一下 你后来成功的那个人 是怎么成功的吧 做男人太苦了 对 想死先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对 就在场的这些男老板当中 你的种种要求 就哪种类型最适合 或者你也可以说 是谁跟谁的综合体 那我说那个 沈总跟陈总的综合体 为什么是沈总和陈总的综合体 要综合他们的各自 什么特色 陈总穿的多花呀 那我们俩在一块 不掐死 陈总穿的多艳呀 我就是感觉 世界心两位都很强 首先 世界心都有 然后沈总是 可能是穿着稍微花哨一点的 或者是我感觉很浪漫 这点挺好的 要她的浪漫 世界心和她的什么呢 就是感觉也挺踏实的 最后最关键是 他们俩的财产 能够放在一块 就最好 也是准备搞个一拖二 沈总是因为 对每一个都特别浪漫 如果两个人非要选一个 你选谁 非要选一个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偏于那个踏实一点的 浩哥是吗 直接说年轻一点 是神浩是吗 这方面你应该听听 女性对你的点评 尹峰可以给他点建议 我觉得你观察这些老板 是很有 很有一套的 尹峰姐姐 你要选这些臭男人们 你选哪 你必须选一个 这些呀 尹峰谁也不会选 你必须在这里面选 你选哪个 都死光了 就剩这几个 就我们这几个 那我就单着呗 自理根生呗 兄弟们咱别录了 太伤心了 这事 没有 其实刚刚你说 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你要找一个事业生特别强 还要能够帮你 安全马后的男人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 你刚才有折我标准了 你现在告诉我 你折企业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能对我有一个 非常阳格和系统的培训 对我阳格一点 要严厉 对 要足够狠 对 应该我还可以历练自己 其实刚刚说的这点 显示出你个性中的一个特点 就是被动 你看你找的那 你喜欢这两个男性 其实他们身上 有非常共同的特点 就强势 主动 进攻型 而你永远是那个被动的人 你为什么喜欢那种 特别严厉 特别狠的 就你不能自律是吧 不是 就是阳格一点 为什么要对你那么严格呢 你自己对自己 阳格不就是阳格 赵迪 我从你上台到现在 我倒觉得啊 就你是一个 其实性格挺刚烈的人 你从战斗之后到现在呢 其实脸上呢 笑容并不多 而且呢 你不管是在谈自己之前的 这个择偶标准 恋爱经历 还是你现在在谈到 你的择业标准的时候呢 你都是语气果断 神情坚决的 如果你再找一个 性格很硬的老板的话 你们可能会有冲突吧 我不冲突 我觉得是 他一定是喜欢 被降服的感觉 其实其他的我不看 我倒觉得这个女生呢 尹峰所说的被动 我是肯定的 而且以自我为中心 我也是肯定的 所以恰恰是被动 和以自我为中心 而他自己确实 对自己又不放松 所以才希望外部条件 能够更符合 自己内心的诉求 是吧 而且还有诸多的条件 大家决定一下 你的去货流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12盏灯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事 谢谢 回忆悠长 七龙水上 闪耀着衣光 色色离家 人在路上 彩云之岛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好多女生 在表现民族舞的时候 全部都是跳歹族的呢 是不是歹族好漂亮一点 我是比较喜欢我个人 陆老师 歹族舞 特别是孔雀舞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常规性特征呢 就是身体的S型 三道弯 三道弯的S型 这是必须表现的一个特征 但是呢 他既然选择了这个舞 但是他却穿了一个喇叭裙 他没有选择筒裙 就已经就是把这个孔雀舞 那个S弯最诱人的 那个亮点给抹杀了 其实我有一个挺奇怪的 就是说很多跳舞的 他有这个体型啊 跟这个笑容啊 都展现在脸上 你好像自始至终 脸上是比较矮板的 那是一只忧伤的孔雀 说实在的 舞蹈的时候表情特别重 专业学过吗 这事 你的表情 你的舞蹈是专业的吗 不是不是 业余的吗 很多年没跳了 那干嘛要跳 就是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才艺 你勉强拿出来凑合一下 那不是凑合 就是 你总的 才艺是拿最强的出来嘛 拿得出手的嘛 对不对 这可能就是最强的 对吧 你自己都觉得一般 那你干嘛拿出来跳呢 对不对 我努力了吧 你努力着 那你今天来是应聘策划专员 就是助理 助理港 助理港 但是你后面还有个 营销运营类工作 对 是吧 那你营销运营类工作 你以前有过什么经验 我这个营销 我显示一下 是那种营销策划 营销策划 也是偏向策划方面的 你在之前的工作里边 你是在沈阳这家公司里边 做策划的专员 做了一年时间 为什么现在离开了以后 还要去应聘这个岗位呢 因为首先 我挺感谢那家公司老板 但是这家公司呢 非常的小 就是几个人的一个小团队吧 那个赵迪我讲 干什么行业 都是什么行业的那个范儿 就是你不太像 干这个活动策划的范儿 因为我觉得你稍微笑一笑 活泼点 我觉得这个印象会好很多啊 我觉得它绝对是紧张 我是一个那种 就是朋友评价 也是那种外冷的热情的 不爱笑可能 自己就是生活中 确实也有那一点不爱笑吧 对于这个职场来说 可能也是属于一个弊短 可能以后在这方面 也需要加想一下 做这个吧 从头到尾 对 她一直其实保持她那种状态 就算进入职场之后呢 我还是蛮担心 她的心态的转变的 我们来听母亲描述一下 来把话筒交给母亲 你好 姿劲你好 您女儿是平时就这样吗 她这孩子吧 平时吧 也就是不太爱笑 再说吧 今天有点紧张 平时比今天能好些 那你说她融入我们团队 就是她平常人缘好不好 这可以说她人缘非常好 你看她外冷 在她心肠非常好 她非常就是挺随意 你看她是冷静人 她随意 她跟大伙同学关系啊 就是包括家里邻居啊 她都相处非常好 有老有小 来 请坐 谢谢大姐 谢谢 好 其实呢 她要求职的 都是策划的基础杠 其实要求还不算太高 那个薪水要求不低于多少 在沈阳是4000 只能在沈阳吗 只能在沈阳 为什么 原来不是也写了北京吗 对 但是跟家里构同过之后 就只能是沈阳 只能在沈阳 那沈阳的好像比较少 沈阳有岗位的 有哪几位来举下手 我了解过 就只有两位 就那两位 我这边是销售岗位 沈阳的销售岗位 那个阿姨 你是不希望她到其他城市 一线城市锻炼锻炼吧 孩子不想让她离远 孩子手里也不想离开 她跟我说了 姐 你怎么想的 真不重要 你对她怎么想的 主要是我妈妈 追求了我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话 对事业的发展 有很大的禁锢 如果来到北京或上海 尤其是做策划 这个职位 其实到大城市 发展会更好 对 而且你 你现在还很年轻 对吧 你在北京锻炼几年 三年前 这个舞台来过一个 叫王贝贝的 今天我刚跟她中午吃完饭 她明天就回老家了 但回到老家 她就在一个很好的单位 找了一个很好的职位 就因为她在北京 有三年的锻炼 所以你决定 要不要考虑一下 哪怕是来北京上海 或者大城市 杜杜金呢 多学点本事 再回去呢 如果待会儿 有这样的岗位提供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认为如果 她能够放开胸怀 走出家里边 这个很近的距离 到一个更大一点的城市 去历练的话 可能两三年 是应该有挺大成长的 还是那句话 年轻应该多闯 不然未来会自己后悔 很多话已经聊透了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六盏灯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进的时刻 来 王勇 那么团队的主要任务呢 是推广 那么需要一个策划 还有但是同时 他也兼做活动推广 这是我们的职位 好 陈昊 我们今天在东北地区 有几十个管理港的招聘需求 所以我给你 虽然我放给你的岗位 但是你一定要在北京轮岗学习 你才有自信回去 大概多久 三个月到半年 可以忍受吗 可以 给你的时候呢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运营专员 好 谢谢 吴巴同中给你提供岗位 在沈阳的销售专员的岗位 好 谢谢 东军 蓝色火焰 沈阳分公司的市场专员 谢谢 佳勇 给你的是我们市场执行 你需要在北京待六个月 然后回到沈阳 因为我们会 首先在北京这边有个集训 然后你再回到地方 好 你呢 谢谢 那现在提供给你的呢 是在沈阳的一个市场活动 执行的专员 好 谢谢你 掌声有请 陈昊 东军 谈前不上改 来写下你们的薪酬 你们好久没站在一块了 请揭晓 5500加 4500加 试用机 东军 5500加是试用机 还是正式录用 正式和试用都是这个 那你那边正式录用多少钱 因为我看北京有没有信力力能留下来 如果北京有信力力能留下来 底薪会高一些 如果是沈阳的话可能在5000左右 问一下沈总 谁来带我 就是从十一期 谁会来带我 就是沈阳的运营经理会带你 我那个 我那个 5500 能变整数吗 这问题问的小朋友 你是说5000还是6000 上线 往上 往上线 是6000 6000 能不能变整 对于一个 我喜欢的人才 加 老板就是这么任性 又能怎么样呢 可以的 加1500 对 来 浩浩 你是不是也加一加 我要准备减500 好 来看一下这边 他减了4000 来你来体会一下 这减500跟加500的意思 你自己内心感受一下 其实你的学校 是一个二三本之间的一个院校 对吧 本身那个院校 这个专业也很一般 你呢 也没有在这方面 显示很强的能力 其实能得到这个工资 已经超出了 你地方的薪资水平了 在北京也算是 你这个学历的正常价格 其实你前面 是不是一个激将法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 你的营销策划非常成功 你已经俘虏了我 你成功地让你的工资涨了 我是这样感受的 两位老板都是好老板 两个企业都是好企业 但如果按你之前所说 你不要宠着我的企业 你要对我严格的企业 从这点角度上而言 东军今天是宠了你 那个是对你严格要求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决定你自己选 好吧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优胜教育 通灵珠宝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选谁呢 我选择神种通灵珠宝 去吧 我留在了通灵珠宝也是因为 他能在沈阳培训我吧 也是我向往的 然后需要从一些基础的岗 一点点做起 多积累一些经验 学习对我来说最重要的